很開心,因為第一次突破了自己的目標 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 而且沒有辜負媽媽對我的期望 我現在的心情是比較興奮的 雖然是興奮,但我對自己也有點失落 因為我比賽時未用盡全力 即是到後面時未到自己的極限 還有少許力未用到極限 對於這件事比較失望 平時有空去訓練 但訓練時經常會偷懶 所以希望下次可以努力一點 再突破自己的目標 本身我是長跑隊 然後我平時就比較高出席率 所以我平時準備了 都比較充足 對於這次比賽 我認為是毅力 因為如果你沒有毅力的話 你覺得累就會停下來 但今次比賽中 我沒有放鬆自己的腳步 一直在努力 做好自己的速度 最重要的是策略 因為就算你跑得很快 A和B都跑得很快 但A有策略,B沒有策略 他一開始跑得很快 但A是均速狀態 即是他不會時快時慢 所以B因為他一開始跑得很快 所以力去到後面就沒有了 但A一直都是均速行駛的 所以他去到後面也有力 所以我覺得策略是比較重要 對比你自身的實力的話 很感謝我的教練馮MISS 因為他經常栽培我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他的栽培 多謝馮MISS 我比較想感謝的人 就是我的長跑教練馮MISS 因為馮MISS 平時指導我們訓練 如果沒有他指導我們訓練的話 我相信我今天也跑不到這個成績 所以我就比較感謝馮MISS 可以指導我訓練 而且也很感謝他在訓練中鼓勵我們